他就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校园 那因为学生的人数也不会像有的学校 那么多那么庞大的人数 所以我觉得在汪子国小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紧密的 汪子国小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因为每一位老师其实让我感觉到 大家都是对孩子有一份真的爱孩子的心 所以处处都是感觉是真的是一个友善校园 舒服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工作跟学习的空间 然后虽然是一个都市的学校 但是律力盎然 常常一早来上班的时候 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鸟鸣声 偶尔你会看到小朋友在操场上抓攀木吸引 然后找贡德士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的空间 然后可以提供孩子们稳定的心灵发展的地方 第一年级就是很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 然后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就是会导入阅读的活动来进行品格教育的养成 然后让他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像我们学校一直有在推英才网的部分 那小朋友在课堂上也都会练习用平板 然后进行英才网自主学习 那很明显可以看到他们除了学习上面 可以更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东西之外 其实在课堂上进行他们也有更多小组之间的合作学习 所以除了知识上他们同才的互动学习上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孩子在这里所受到的一些资源可以比在大学校的孩子更多 那尤其学校的那个科研社 常常就是孩子可以在那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 不同于其他学校孩子所受到的科学教育 还有阅读教育 我觉得阅读教育在翁子推动的非常确实 尤其像早晨班全校孩子就是可以在一个很祥和的一个环境里面 曾经阅读 大家就是曾经在阅读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孩子呢就是常常变成原本看书不太有动机的孩子 变得都习惯说老师音乐一放 他们就会心很平静的保守 一本书慢慢的读完 甚至一次两本三本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觉得阅读教育在翁子其实可以让孩子收到很多 得到很多收获 那翁子多小的老师们在这一方面 真的就是把每一个孩子当成独一无二的个体 然后从体育运动 然后生活上的撒扫意对 然后再来阅读书写各方面都会给予孩子很周全的照顾 那以我的班级来说 我是把它地造成一个家庭的氛围 所以学生跟我之间呢就好像是遗失意有的那种关系 那我也都跟我的学生说 在家就是妈妈照顾 妈妈照顾你们 可是呢在学校就是老师就像妈妈的角色一样 来去照顾你们这样子 所以在我们班上其实还发生很多很温馨的一些小故事 就是像例如我生日的时候 或者是教师节的时候学生呢都会特别的为我庆祝 然后给我一些surprise这样子 然后就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相续之下 其实学生对我的一个就是 他们有时候就是可能说出去上课 去下客人课 连排队的时候 有时候还不小心脱口的说 妈妈再见这样子 我推荐翁子国小 欢迎各位家长把你们的宝贝带来翁子就读 我推荐翁子国小 欢迎选择翁子国小来就读 我推荐翁子 欢迎孩子来就读 我是蔡宜清 我推荐您 带着孩子一起加入翁子国小这个大家庭 欢迎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我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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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